原标题 不过他们的智谋却并没有在历史上得到展现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少机会 而且也没有遇到赏识他们的人 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人是曹魏的一个臣子 此人非常的有才能 他是曹爽的一名下属 他就是横范 我们都知道曹爽后来被杀了 魏国的权力也落入了司马懿手中 而横范之前却解曹爽 对司马懿要加以提防 但是他都没有听 结果导致司马懿篡夺了权力 就连横范家族三寨都被诛杀了 曹瑞在离世之前 他的儿子曹邦还非常严有 年龄不到十岁 自己根本无法管理朝政 所以曹瑞也想到了 要为他选择一些辅佐的重臣 当时他想让曹宇来做大将军 长管国家的军队 但是曹宇本人却不愿意担当这个职位 后来曹瑞选择了曹爽来担任大将军一职 国家的军权就由此 落入了曹爽的手中 而司马懿也依旧获得了比较大的权力 但曹爽的能力的确不够强 完全不懂得谋略 我们都知道 司马懿本来就一直在寻找机会 谋取费国的权力 而曹爽的上任也让他终于等到了时机 他深知曹爽的能力 对付他是很容易的事情 趁着曹爽和皇帝一起离开州城的时候 司马懿决定开始行动 他利用了当时的太后 以他的名义发出旨意 要讨伐曹爽 后来成功地夺取了曹爽手中的兵权 魏国的权力也就彻底地落入了司马家的手中 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恒伴就发现了司马懿的动机 他曾经对曹爽进行劝劫 告诉他不能够带着皇帝出城 这样会给不轨之人机会 曹爽的手中握着军权 而曹芳又是皇帝 如果两人同时离开德城 一旦城门被关上就非常危险了 可惜曹爽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只不过曹爽最终也没有听他的建议 司马懿果然在他们出城之后就关闭了城门 迅速发动了政兵 等到曹爽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扭转局面了 恒伴心里非常清楚 司马懿接下来会做什么 所以他建议曹爽带着右弟到许昌去 让皇帝出面联络各地的人马 再来征讨司马懿 但是曹爽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犹豫 最终他向对方投降 而曹爽这样做 是因为他自己以为交出权力之后就能够保住性命 而且还能够富裕地生活下去 家族也不会受到威胁 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的 曹爽交出权力之后 很快就被杀死了 家族的人也没有逃过 而恒伴也因此被杀 族人也没能幸免 恒伴的才能的确让人佩服 而且他对自己的君主也非常的忠心 这样的人不仅没有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 反而还丢掉了性命 都只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贤能的君主 其实像恒伴这样命运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也还有很多 他们并不缺乏谋略和才能 但都最终因为跟错了主人 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甚至还连累了族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